哈啰 各位巴黎 今天晚上我们又见面了 普京战争已经打了一个多月 无法拿下骨 乌克兰 那么现在普京在想什么 普京当然不会退让了 当然在想啊 普京想把战争引向波兰 波兰也想 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 打击侵略者 焦白仑在前两天 访问欧洲参加了欧洲的三个紧急会议 然后去访问了 战区波兰 只是没有进入乌克兰 焦白仑说 他也想进入乌克兰 领导不同意 大概是保安方面不同意 我早就说了 嗯 也就是进入乌克兰 普京的这个导弹也会转弯的 焦白仑访问乌克兰 同时也看望了很多很多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看到了上百万的从乌克兰逃难出来的这个难民 同时也亲自跟许多的难民进行了交流 焦白仑提回到了普京战争带来的后遗症 带来的后果 焦白仑说 看在上约的份上 普京不能继续执政 这个话说出来 一向就整动了世界 然后呢 美国马上 美国内部呢 马上进行了修正 他的普京没有想颠覆别人正确的这个想法 只是说从感情上 实际上 焦白仑不是那个意思 焦白仑从今天发出的信息 焦白仑不会改正他说的话 因为他随地看到了普京战争带来的后果 带来的后遗症 同时现在焦白仑还发出信息 要让普京的奴布 成为一张废子 焦白仑能知道吗 能知道 只是现在 从现在战争情况来看 中国赢了 俄罗斯赢了 从表面上俄罗斯军队打的是落花流水 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普京的战斗民主 普京的全球第二大军事大国 完全是一个谎言 那么 这里我们暂时还不谈中国 待会谈中国 普京对西方来说 西方还没有策动正规军 还是普通的常规武器 还没有动用真正的常规武器 普京也受不了了 那中国呢 中国算什么 中国是什么都不算 为什么说 打到今天 表面上这个普京是全面的失败 也把普京的这个第二大军事大国 全球第二大的这个大国 这个大国梦 打的是落花流水 打的是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说普京还是赢了呢 因为普京还是好好的 同时呢 把乌克兰的难民哈 打到了几百万上千万 会把东欧的整个东欧地区的国家 拖累 会拖累 会让让这个 让东欧哈 承受不了 因为突然一个国家增加几百万 当然承受不了了 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然 贾布达尼要用美国的影响力 把普京的这个 颅布打到这个 打成这样废纸 这个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呢 毕竟呢 普京还是在 像共产党一样 共产党还在 只要普京在 普京就赢了 只要共产党还在 共产党就赢了 那么 东欧地区呢 整个东欧地区呢 经济已经打烂了 已经打烂了 这场战争不会结束 要一直拖下去 一直打下去 一直拖下去 对普京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那么普京的负担 也会拖累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中国 是全力支持俄罗斯 也会拖累中国 中国最后也受不了 那么最后 中俄两国会产生矛盾 这个矛盾是巨大的 这个矛盾就会灭掉中国 灭掉中国 我们 我们跳到亚洲来吧 跳到亚洲来 那么中国呢 中国看到俄罗斯 普通战争都打不赢 中国也吓了 中国人会吓到了吗 不会 中国是一定要跟美国打一仗 不管输赢 我早就说了 不存在输赢问题 一定要打一仗 不管中国死多少人 都会要跟美国打一仗 都会跟日本打一仗 这是中国人的想法 那么中国人的结果怎么样呢 中国人的结果 中国人是很悲惨的 中国人 不管你是上共产党 不管你是在共产党船上也好 你是绑架在俄罗斯船上也好 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人没有退路 当然中国人本身就是习 本身中国人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受到的惩罚也是正常 不仅是中国人受到惩罚了 就西方也是同样受到惩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也在支持共产党 也在支持共产党 也在支持共产中国 那么现在中国和普京和俄罗斯 一起来 一起来把这个世界搅拌 带来的后遗症 带来的后果 跟经济上带来的后果 美国也会受影响 那么美国受这个影响 美国也是最有应的 因为你是支持共产党 那么最终共产党跟美国打一仗 不管打死多少美军 不管打死多少美军 不管打死多少美国人 美国人也应该是自作自受 为什么呢 也是支持共产党 美国直到今天直到现在 同样在全力的支持共产党 为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围堵 怎么样制裁 因为共产党在美国想干什么 照样干什么 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呢 我早就说了 只有美国能够救共产党 只有美国能够救共产党 那么俄罗斯呢 俄罗斯也是 只有美国能够救俄罗斯 只有美国能够救普京 至于贾拜登会怎样处责 对普京 那是贾拜登的事情 是不是将来真正的 会把贾拜登 会把这个普京送上国际法庭 那我们见证历史 但是美国把俄罗斯的经济拖垮 这是没有问题的 从现在这场战争看来 从乌克兰战争看来 俄罗斯在西方的眼里 也什么都不是 俄罗斯 俄罗斯就剩下最后两招 中国也是同样是 中国还不存在那两招 那两招都不行 俄罗斯剩下最后两招 就是第一招 就是动用化学武器 俄罗斯动用化学武器 投毒是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 有一招 就是俄罗斯动用他的黑弹 实际上俄罗斯的黑弹是打不错俄罗斯的国土 就在俄罗斯国内就爆炸了 但是俄罗斯 都用化学武器没有问题 跟中国一样 中国都用化学武器 没有俄罗斯厉害 但中国都用病毒 那是最厉害的 会把西方打得是落花流水 西方本身就被共产党打得云头转向 两年多了一直还恢复到元气 可以说西方被中国病毒打到今天这个程度 永远不可能恢复元气了 没有恢复元气那一天 就要恢复元气都必须放弃中国这个土地 放弃了中国这个土地都还有差不多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恢复元气 这些悲惨世界都是西方人自己自得自受 因为你支持共产党带来的后果 带来的后遗症 那么现在乌克兰 那个波兰 波兰想进入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打劫契约者 如果说波兰进入了乌克兰 那就会把这个战争引向整个欧洲 那么引向整个欧洲就是昨天晚上我讲的 那俄罗斯也会第一波投放这个黑弹 投放到欧洲 那么欧洲可能又报复过来 第二波俄罗斯再投黑弹 第二波投不出来了 就没有得可投的了 美国绝对不让你投出来 因为为什么要让普京把黑弹投出来呢 因为现在世界上人类已经过滤了 没有把黑弹投出来 现在西方人也不相信 也不相信普京真的会投黑弹 但就要让普京把黑弹投出来 让人死了 那个时候西方人可能醒了 那么在中国战场呢也是一样 实际上美国现在应该把战争 引向俄罗斯国内 在俄罗斯国内去打 不要在乌克兰打 同样应该把战争引到中国国内去打 引到东方战场 引到中国战场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去打 不要在其他地方打 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战争 中国这个民族需要一场战争 不能这样平稳下去 为什么 中国人不通过战争协力 中国人不能进化到人类 不能进化到真正的人 所以中国也需要一场战争 中国人也很焦虑 中国人也需要一场战争 当然共产党也需要战争 共产党现在有点怕 为什么有点怕呢 看来普京都受不了 还是常规战争普京都受不了 还是常规战争的普通武器 普通的常规战争 就常规战争 西方都还没有动用常规战争的力量 就常规战争的力量 普京马上就解体了 但中国呢 中国根本就说了 中国战场如果点燃以后 全世界可以把 200多个国家 把这个过去剩余的武器 过时的武器 全部丢到亚生战场 让中国人看到 战争的残酷 当然中国人不在乎 中国人不在乎 中国人觉得好玩 像放火炮 中国人不是喜欢放火炮吗 过年过年都放火炮 那这个火炮又放在中国去吧 这个世界从现在起 就不可能再平静了 为什么说不可能再平静呢 因为普京五月五发生战争 就凭他说他有黑武器 有多少厉害 多少厉害的黑武器 也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自己不强 所谓的工厂说的要强大 自己不强大就是而打 真的是而打 你看乌克兰 乌克兰本来是很厉害的 黑武器也挺厉害的 所以当时全世界解体的时候 要让乌克兰放弃黑武器 得到了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保证 让他放弃黑武器 美国英国俄罗斯保证他的安全 结果安全吗 不安全 所以现在金胖也看见了不完全 全世界看到了自己没有黑武器都不安全 那么有了黑武器就安全了吗 不是 这个世界已经乱套了 有了黑武器也不安全 因为你的黑武器打不过美国的黑武器 也就是川普说的 金山坊跟美国联络 这个要都用黑武器 要桌上摆着黑暗扭 他在川普中呢就说 你的黑暗扭没有我都大 那当时呢 金山坊呢 还有可能跟美国和好 金山坊如果妥协的话 美国会接受 分裂中国嘛 又分裂中国 但是现在呢 金山坊呢觉得 要把金山坊放在旁边了 所以金山坊要表示他的存在 他也在不断的投放 事业 事业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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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导弹 什么导弹都不可能 都不行 但是呢 如果说美国愿意的话 跟金山坊谈判 金山坊可能会和解 不会跟共产党走 只是看条件怎么样 那么台湾呢 台湾也看到了 台湾也考虑他要武装自己 如果不武装自己 他也保不住 到时候美国也可能会出卖他 所以台湾也感到焦虑 也感到很危险 不过中国大陆的武器是打不过台湾的 打不过台湾 也打不到台湾 当然第一波台湾会接受你的导弹 为什么呢 要告诉全世界 中共在打我 那么打台湾 日本是绝对不会同意 日本一定会参战 日本也参战以后 中国到了必死无理 战争就是这样来轮回 那么美国 美国也可以不参入战争 也可以介入战争 如果美国把这个权力全部下方跟日本 让日本去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的负担就小了 那么美国呢 要想在亚洲的存在 美国不会这样 美国会参与战争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YouTube 关注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投资我的艺术事业 投资我的艺术事业 投资我的艺术事业是名利双丰收 OK 3K数码鞋 谁又投马路 现在 我又在画我的新作品 朋友们看到我左边 这两个是谁 这是脚白灯和他的夫人 这段时间我没有画大型作品 画一张脚白灯的 昨天晚上我说了 我不是支持不支持谁 这是美国我都支持 美国人的学者我也支持 OK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tomorrow Goodbye